众所周知 只要是商品买卖 就一定会涉及到利润问题 而把这一点放在汽车行业上来看 同样也是不例外的 毕竟汽车也是商品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 会在买车的时候关注性价比 但是话又说回来 到底有多少人知道一台车的制造成本是多少呢 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 我们首先要向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车上的零整比 其实所谓的零整比 指的是整车所有装备的配件总价格 和整车销售总价格的一个比值 换个表达也就是说 虽然车的配件可能很贵 但制造的成本却也可能很低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 我们就以一辆市场售价10万元左右的车来进行分析 首先如果这是一辆合资车 就需要给合资方8%至10%的转让费 还有就是3%至5%的消费税 以及17%的增值税等等 加起来也基本占到了车价的40% 其次既然是做买卖 就总要赚点吧 就一般而言 每卖出一辆车出去 厂家就要赚10%左右的利润 而4S店还要赚5%至8%的利润 此外 车买到手了还得交购置税 按1.6排量的来说 目前根据总价的7.5% 收取7500块钱左右 那么这么一算就比较清楚 一台10万块钱的车 光是各种税收就达到了5万元左右 而制造成本 可能只有40% 也就是4万左右 甚至是更低 所以说对于那些喜欢举着爱国企致 和国外合资车的朋友来说 你可看清楚了 不管是买国产车还是合资车 我们可都是为咱们国家做出了空间 你在这喷来喷去有意思吗